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市计划变更回馈案 市长蒋万安表示将地方的需求提案到 市有资产供需整合小组来进行讨论 他会持续关注了解 顶着大太阳西新里民首持抗议标语 在南港高中校门口向台北市长蒋万安陈琴 因为西新里一直没有自己的区民活动中心 因此希望目前正在里内进行的 台北市政府与国产实业合金案 能有部分回馈给地方 作为里民活动空间使用 希望社政府可以为我们西新里争取一些福利 他是区民活动中心 不是我们的西新里里民活动中心 所以每个南港区的都可以来使用 可是就是要跟那个区公所租借就对了 对所以对然后他是一个 就是在桥下的 对的那个像通道一样而已 所以寒冻的感觉 递交陈琴输给蒋万安的西新里里长胡佳阳气氛的表示 许多里民已经等了一家子 台北市政府却连一坪都不分给地方使用 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我们正常的公有空间的时候呢 都会回馈给在地的邻里看是需要做区民活动中心 还是日拖日照还是公拖公佑等这些相关规划 但是西新里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合理跟不公平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提出一个严正的抗议 而且重点是卫生局要了10层楼 问他有什么规划完全讲不出来 他根本是多要的 他现有的楼地板面积 我调过建筑平面图 他只要分回6到7层就绰绰有余了 他完全只是先把10层楼先站下来 要怎么用他也不知道 他就先站下来就对了 我们的反应 我从议员委员会堪到市长的座谈会 卫生局完全没有一个善意的回应 完全把西新里当作是空气 对于李明的诉求 台北市长蒋安表示 已经请区公所将里长的需求提案到 室友资产工需整合小组进行讨论 对于李明的心声 他会持续关注了解 上次里长座谈 里长都有跟我说 我们请区公所这边把案子提上来 我来跟卫生局了解一下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送到我们服务的会议里面 我们来讨论一下 台北市卫生局方面回应表示 目前南港区公所已经提报 南港区民活动中心需求到民政局 民政局正在汇整相关资料后 提送到室友资产工需整合小组 到时候卫生局也会出席会议 针对地方需求进行讨论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刑事局宣布侦破一个诈骗集团 主嫌黄姓夫妻在台中开设公庙 作为诈欺洗钱的据点 利用通讯软体加好友诱骗被害人 汇款投资虚拟货币 再由水防成员将被害人贿赂的款项层转账 最后由车手提领一空 警方一一清点查购了现金及出资卡等 这个诈骗集团以黄姓夫妻党为首 在台中开设公庙做掩护 先透过通讯软体以买房子为借口 接近被害人 然后用话数诱骗被害人汇款 投资虚拟货币 水防成员再以人头电话卡上网 登陆人头账户网络银行 将被害人款项层层转账 最后由车手提领一空 专小组经过数个月侦办 顺利逮捕黄姓嫌犯等12人 查后现金496万多元 还有近千张的网卡及13000多张出资卡 该集团以黄姓夫妻为首 以台中市太平区开办公庙 并以该处为诈骑期前之据点 与旗下消息干部陆续招募 试验性人头账户 车手 收割手等10余人 定利用本贸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以创造废话记录 凝照同事虚拟货币买卖之假象 企图掩饰诈骑期前之犯行 并调查发现水防成员利用人头电话卡 上网登入人头账户 网路银行 将被害人所汇入 反向城城转账 再由车手提领一空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 不仅主要嫌犯是夫妻党 诈骗集团成员间彼此也多有亲戚关系 简直变成家族企业 诈骑集团主席 妈妈 还有那个他的妻子的妹妹跟妹婿 还有妹妹的父亲 还有他祖先的儿子 他们都是这个诈骑集团的生员 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家族 所以就互相的那个融络 然后来共同加入这个诈骑集团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诈骑罪 洗钱防治法与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等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警方强调随着时代变迁 诈骗手法也不断的推陈出新 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提高警觉 如果有相关疑虑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或到邻近派会所进行查证 多一份小心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 严重的飞扬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台湾的美食享誉国内外 600多摊的美食伴手礼 8月4号到7号在市贸易馆盛大展出 期间的限定优惠最低下沙一折起 有请民众一同来见证国家的多元美食风貌 一秒激怒意大利人的客家小炒 梅干扣肉披萨 将在台湾美食站登场 请民众试吃 客委会为了推动客家美食 结合更亲近大众的现代饮食 中西餐傻傻分不清楚 十分特别 还有米其林餐盘推荐的 顶级牛排套餐 七折就能吃得到 吃得美味之外 还兼顾营养的QQ果冻 让大人小孩都爱不释手 台湾美食站集结多元丰富的美食与优惠限定 推荐给国内外民众 我们今年跟达美乐披萨 结合了梅干扣肉口味 客家小炒口味的披萨 这个也会在达美乐的 所有的门市上面全部来贩售 今年的美食展上面 也会邀请达美乐的伙伴们 能够在现场来制作现场 可以让大家能够尝尝看 客家小炒披萨跟梅干扣肉披萨的味道怎么样 小朋友才做选择 如果两个都想要吃 还有双拼披萨可以选择 就是综合两种口味的这样子的披萨口味 我们刚刚说客委会近几年来 其实非常希望能够跟主流的饮食文化能够有些结合 除了刚刚讲到了达美乐披萨之外 我们也和老爷酒店特别老爷酒店能够合作 我们加入我们客家味道的极匠意大利面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跟西餐结合 我们也找来了这个西餐厅的主厨 能够用法餐的方式来呈现我们传统客家的这个风味 其实这就是这次的美食展 那天成饭店集团也推出了住房餐饮的相关优惠 那包含大家很喜欢的烤鸭一鸭三吃 只要1980元 那可以选择除了片鸭还有两种吃法 那大概是下沙七折左右的优惠 那此外国人很喜欢的牛排 这次我们也有推出就是乐眼牛排双人套餐 那是4180 那同时它也是2018年台北米其林的推荐 那希望用一个优惠价格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我们致力于做最好吃的保健品 那我们这次来参加台北的美食展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说让大家从保健品 大家就觉得瓶瓶罐罐啊 可可利利吃起来很麻烦 但是我们家的话不一样 我们家的话就是吃起来好吃 然后健康有效 那很多瓶瓶罐罐的保健品会跟你们说ABC加起来 就例如说我们胶原蛋白好了 ABC加起来吃着才有用 但我们家不一样 我们家总共里面有八支专利 我们把所有对皮肤好的东西都加进去 一到二十八型的胶原蛋白才有效 对不对 我们不是 我们家的是胶原蛋白三生态 那三生态的话 它就是需要不被转换 然后就可以直接被吸收的 那我们来这一次参加美食展的话 总共有五个品项 一个是抗流感的益生菌 一个是胶原蛋白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叶黄素果冻 大人小朋友都很适合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出宝宝的代餐 就是让我们启动一整天的代谢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女生的消水种 会在就是我们的美食展出两项 它是一个最优惠的活动内容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六百个汤味展出美食伴手礼 还有展演全台各地冠军菜肴 推广各区游城 厨艺教室DIY体验活动 带动美食文化与观光 那么我们在出去世界各国 行交台湾的时候 最能够让世界各国的旅客经验的 其实就是美食 就是台湾的美食 这个台湾的美食有从珍珠奶茶 这种小小的一颗颗的美味的 到小笼包 到各种调酒 到各种独特的菜色 那当我们在国外行销的时候 其实这个都吸引了非常多 很多这些世界各国 不管是日本、韩国、东南洋或者欧美国家的朋友 他们都在现场都表达 要来台湾品尝台湾的美食 其实也可以从调查可以知道 是像观光局也好 我们世界旅游的组织都有做过一些调查资料显示 台湾的观光客 其实在2019有1000多万 那从疫情之后 我们的观光客也来了 7月21号 好不容易 疫情之后 我们也达到了300万 从统计调查来看的话 最喜欢来台湾的旅游第一名 叫做来吃台湾的美食 来吃台湾的美食 所以观光局跟我们政府各个部门 还有我们所有的厂商朋友 大家共同就在每年的8月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8月4号 一个美食的平台 我们是希望集合所有的从食材 在产地到餐桌的桌上 这里头的这个程序 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有高度的技巧 有艺术性 还有这个技术性 要有经验 要有厨师的内涵 所以从眼睛看到的 吃到嘴巴的 拿到送到嘴巴里头 去品尝到的感受 所以今年我们这边叫做吃美味尝幸福 是我们这次美食展的主题 那台湾从这个小吃 通版小吃到这种经典的台菜 其实都是很多的国际观光客 来到台湾要去体验这样的美食的一个经验 从这个观光局的这个来台旅客的动向调查里面的资料显示 美食其实是最重要的一样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是美食是这个观光的那个引路人 应该可以这样来讲 那观光局对于这个美食的相当的这个推展活动 其实是很重视 那包含这些的刚刚会长所提的像蔬食的文化 台湾有很棒的这样的一个蔬食文化 那另外呢 我们也推动这种比较多元友善的穆斯林 这个哈拉夫餐厅的一个认证 那当然有包含这个米其林的餐厅 那当然就是我们年度最重要的台湾免食展 那今天就是观光局在推展各项的一个 各项的一个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无非就是要吸引我们世界的观光客 来到台湾吃美食 然后来进行这个观光的一个消费 除了大大美食 各大饭店都有推出超值优惠餐券住宿券 异国美食区也以食会友 包括日本韩国越南还有奈及里亚好味 让民众逛展挖宝 享受美食带来的幸福感 祝贺青年学子成年 迈向崭新人生 台北市唯一以儒家鼓礼 进行的南港区成年礼活动 吸引了30组的礼生及家长参与 典礼过程庄严荣重 请扣手 李生向家长行叩拜礼 请奉茶 奉茶家长在帮李生进行加冠 这是由台北市南港区公所 与护国九天公 中华卢道研究协会 共同举办的成年礼活动 在至圣先师孔子向前 遵循传统儒家鼓礼 让青年学子了解 即将肩负的责任 并在亲友见证下祝福李生 长大成人 南港区的成年礼非常特别 是由我们的护国九天公 跟我们一个中华儒学研究会 协助帮我们办理 所以我们几乎都是用儒家的仪式来办理 希望透过这样的仪式 让年轻人了解到自己的成年了 然后所谓 肩上所要负担的责任 然后你看 相信最近大家对于性贫义体的注重 我们也希望透过成年礼 让这些青年能够了解到 对自己 对别人的尊重跟理解 那也能够肩负起 更重要的责任 影响未来 像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 孝涕新家 所以我们也希望 对于他针对他父母的一些敬重 才理解父母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相信之下 也能够将来在社会上了解到 自己其实是沉舟了多少人的期待 能够更加的为社会服务 新准备的传家宝 家长还准备了iPhone手机等传家宝 赠送给李生 最后双方相互拥抱 并说出心中对彼此的感谢及祝福 场面温馨感人 参加的家长与李生 都觉得很有意义 现在在很多国家 其实他都有成年礼这个仪式 他主要是 有这仪式 让小朋友自己能知道说 他是成年 他不再是小孩了 他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 或是为他的未来来做一个要有责任感 就感觉就是走一个过程 就是有那种宣言什么的 就是有一种踏入新的旅程的感觉 包括台北市议员李燕秀 陈又诚 及南港区多位里长都出席这场很有意义的成年礼活动 也对即将迈入人生崭新阶段的李生给予祝福 他们其实比我们过去辛苦很多 以前有一个技能就可以在成年以后 好好的打拼成家 然后升职 现在一个资讯化很快的时代 却比GPT 所以我相信成年以后我们会面对到的挑战会更多 但不要担心 因为这个挑战这样的危机其实通常都是一个转机 你们在这样的世代有很大的靠山 有父母 有亲朋好友 有你的同学 好好的运用身边的资源 重点 一定会有遇到很多的困难 不过就是八个字送大家 就是心存善念 尽力而为 李生最后走过天丸四伏壁宣读 成年宣言完成整个仪式 近年来受到烧纸化及生活形态转变的影响 年轻朋友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也跟以往不同 南港区用所期盼 透过温馨浓重的成年礼活动 祝贺青年朋友登大人 也让他们在这个重要阶段留下美好的记忆 积极迎接下一个美好人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证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在带你来看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北市孔庙合作举办 Lightswork去游大同建走活动 将运动结合如文化进行孔庙健走 义无体验及骨鸡寻宝等趣味活动 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推广健走活动 向前踏的时候要注意到 脚尖要稍微勾起来一些些 参加健走的民众听着教练解说 如何正确进行健走运动 在做好伸展操后 不分男女老少 大家一起绕着孔庙迈步进行健走运动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北孔庙合作举办 Lightswork去游大同建走活动 希望号召民众一起来建走 建走是一项简单 然后不需要设备的一些运动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建走 培养民众可以养成每天运动的一个规律习惯 那所以民众他可以利用每天上下班通勤 提早一站的时间下车走路 或者是利用家里面附近的公园还有学校操场来建走 那透过建走 建走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耐力 那也可以预防我们的慢性疾病 那我们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为了推广建走 我们今年有设计了这一本 动吃由大同健康运动饮食手册 那我们有将大同区43条步道的一个资讯都收入在里面 我们希望民众可以下载或来索取我们的手册 那就可以找自己家里面就近的一个步道来进行建走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是跟我们的台北孔庙合作 那孔庙本身也是我们大同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走的一个环境 那透过今天的一个建走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引发民众对于建走的一个兴趣 那之后回去可以在家里面就幸进行建走 养成他每天的一个运动习惯 活动中还特别将运动结合如文化 安排民众欣赏孔庙独特的义舞 并且亲身参与体验 同时还有孔庙古迹导览以及古迹寻宝游戏 让参与活动的民众都觉得相当有趣 我刚刚有体验那个就是说六亿舞怎么跳 因为我以前就是来看热闹 而且以前根本挤不进来 所以拿不到那个管理证 所以我们都是看电视转播 那我就觉得让我认识更多 尤其像刚刚看着他们这样子走 那个身这样子绕一圈很棒 而且加上今天风和日丽 又有风 然后又有太阳 然后又不热 在周易里面有一句话叫天行见君子以至强不息 所以说呢在古人他们其实就非常推崇说每天都要随着这个日月的流程 然后要有运动 那换我们的话就是说要活就要动 是那我刚刚也讲了我们孔老夫子呢 其实他不是每天都在念轮语 他非常推崇的就是六亿 礼乐 舍语 书数 待会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舍跟语 所以说他也是非常鼓励大家除了念书之外也要起来运动 由于健走不需特殊装备 只需要加快平常走路速度 达到些微流汗程度 就可以达到运动效果 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民众 也可以从健走开始将健走融入生活当中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卫生局派源到传统的市场及周边 超市卖场及餐饮店等处 抽验食品中是否还有争取毒素 共计抽验30件产品 结果有一件花生粉被验出黄菊毒素超标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市售食品中 增进毒素抽验结果 共计抽验30件产品 其中挂包店老翁家使用的花生粉 被验出黄菊毒素及总黄菊毒素超标 卫生局已要求下架 同时追查源头 依法可开罚业者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还 那我们这一次的抽验抽检的产品 总共有30件包含了花生制品 骨类清香料 玉米制品 米制品用制品等等 我们检验了产品中的黄菊毒素 其中有一件花生粉 有剪出了黄菊毒素含量超过了标准值 以及总黄菊毒素也超出了标准值 那我们这产品呢 我们已经依神恩法第41条 规定请贩售业者下架了 那同时我们的维克产品也依请了制造商 和卫生局来进行源头的查处 那如果经查证属实的话 我们可以依神恩法第17条 以及第48条规定 那请贩售业者能够限期改正 近期不改正的话 我们可以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发环 那我们是以失授产品的现状去做一个检验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是说我们抽验的时候 它的产品就是不服我们的几日标准值 所以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厘清 到底是说我们的产品本身 在制造上面的问题呢 还是后登保存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请 辖管卫生局再进行进一步的厘清 跟那些查证 卫生局表示黄菊毒素具有干毒性 大量食用会引起干毒性发炎 干出血及干细胞坏死 黄菊毒素主要就是黄菊 黄菊及寄生默菊所产生的 二级的代谢产物 它具有干毒性 那大剂量的食用的话 会产生干毒性的发炎 干出血干细胞坏死 经常会污染像花生 玉米米麦等等坚果类的作物 那因为台湾是属于湿热的气候 刚好适合这种默菊的生长条件 那如果食品保存不当的话 就容易被黄菌入侵而污染产生毒素 那我们也会提醒消费者 我们在购买相关的产品的时候 也要选择我们心意良好的一些厂商来做购买 另外我们要确认一下购买之前 包装要完整没有破损 那同时购买之后开工之后 产品要尽速的使用完 同时我们也在提醒食品的业者 我们在管理食材的原料的时候 要采先进先出的原则 来管理食品的原物料 那以维护消费者使用的安全 以及自身的商誉 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购买花生制品 米谷类等产品时 应选择心意良好且卫生的厂商 购买前先确认产品包装 是否完整无破损 开封后保存于干燥环境 避免受潮发霉 产生毒素危害人体健康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有一名46岁的熟男 日前因为工作被增压力大 突然感到视力模糊 检查后与广泛性焦虑症有关 面对社会 普遍对男性的经济体能期待 常常让男性有如压力锅般 倍感压力 心事却又难抒发 最后门除病来 精神科医师施延安就举出 门诊案例有许多男性 因为受到社会期待与经济压力 引发身心状况 可是已经46岁了 他事实上这时候的家庭背景 一定是有小孩 又有太太 然后又有父母也比较年迈 他可能还有一些房贷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事实上要去面对 要去转职 他事实上又没有办法 在这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去处理 那他出现的症状是 他是从眼科转来的 因为他视力模糊 他甚至每天都担忧 他这样子以后会失眠 那有一些肠胃不舒服 心悸焦虑跟失眠 跟注意力不集中全身紧绷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非常疲累 那他到眼科就诊 那妻子兼一代 就是眼科医师兼一妻子带来就诊 那诊断为广泛性交易症 另外一个呢 是40岁的科技业的北漂青年 那他是一个IT产业的人 他平常工作时间真的非常长 所以他工作负担压力很大 他还有一次才爆哭说 他事实上可能同时要处理七八件事情 事实上是很难撕下来的 那这两年因为工作也很长 也很那个工作压力大 他这两年呢也没有时间去交女朋友 那因为家人都在南部 跟家人关系也比较没有时间去联络 那目前他很认真在台北买了房子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因为升息到 造成房贷的压力增加 又没有人可以商讨 那他这个压力导致于 他事实上已经出现 注意力不集中 情绪不稳 易怒 跟同事发生冲突 最严重的就是 他以前会去健身房 健身或骑一些自行车 但是近期都对这个丧失兴趣 然后所以他整个人只要到了假日 基本上时间已经很少 都是等于躺床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有忧郁失眠焦虑 提不起失去活力等等 然后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 不知道为什么要来 就是继续这样的省生 所以以后来来看诊 诊断为忧郁症 那目前事实上是 治疗后改善蛮大的 目前已经开始 会去找一些跑步来跑步了 那我们呢 整个社会的氛围 对男性的期待 本来就是要盯起来的 要有一些竞技能力 他跟别人比较 有竞争力追求成功 而且要能扛起责任 然后本来你身体有问题 是很奇怪 你就应该是要强壮 那男生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又压抑 又比较 整个社会的氛围是这样 就比较不愿意直接表达 然后他自己找自己的方式出口 又有时候平常没有去 有这方面的练习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就很容易引起身心的症状 那这一次的案例当中 我们提到的都是大概这一个 比较中壮年的一些男性 他在内心的压力情况底下 又没有输压的管道 所以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 焦虑优越的情形 广泛性焦虑症呢 他是提到说大概 我们这几乎是超过6个月的时间里 很常有那种预期性的过度焦虑担心 那会有三种以上的症状 会感觉不照不安 经常疲倦 无法集中注意力 易发怒 肌肉紧绷跟睡眠障碍 事实上有时候 当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 这些情况要符合三项是蛮常见 但是如果他这样症状天数 已经差不多 几乎一个礼拜四五天以上 这样子已经影响到他自己的生活 这时候就可以做这样的诊断 那忧郁症是当他本身压力大到 他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处理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情绪低落 凡事提不起劲 然后有睡眠问题 甚至食欲问题 动作迟缓 疲借自杀自念 自杀的一些意念跟没有办法专注 那情况也超过了两周 九项有五个五项 那我们可能就会诊断为忧郁症 像我用一个我这场讲的 我们就像一个生化机器人 然后我们像一台电脑 那这个电脑呢 生化机器人 我们每天如果我们的工作量爆棚 那我们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 那我们常常到 到最后这个电脑已经过热 系统不稳定 或是有一些城市会当机了 那这样子的时候 就会导致一些所讲的一些焦虑 或自律神经的一些症状 那忧郁症就是里面已经开始没电了 那他事实上那时候就会比较 整个电脑就会常常都会想要关机 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呈现 长期将压力藏在心底 身体不适可能会出现 肠胃道不顺 视力不清 失眠 胃口不佳 情绪起伏大 易怒等情形 医师也建议适当输压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着手 今天我们提到正向抒压的五方向 第一个事实上还是要找你平常 就要需要去多做一些关系的连结 因为男生事实上对这个 就是社会对他的氛围 他就是要赶快做事 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像女生 比较会去有很多 比较多的关系连结 所以他们有可能上班回家 然后就打电动 事实上他们大部分没有让他们平常 有一些社交比较多的一些连结 所以这时候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比较没有让人家发现他们的问题 甚至于他也没有找其他输压的管道 所以我们会建议 可能就是先有 请他在平常就最好 要多建立一些关系的连结 多交朋友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培养一些休闲兴趣 第三个给自己放空的时间 第四个学习正向思考 跟有效的情绪控管 第五个就是要学习求助 医师提醒 男性相较于女性 更容易将压力藏心底 当发现自身或身边亲友表现 与平常明显有差异 就要留意 尽早就医寻求外援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推广跨域观光旅游 整合北市及邻近都市的热门景点场馆 多元交通工具及商圈购物优惠 推出了北北基好玩卡 八月全面升级 还把范围扩大到桃园 迎接暑假出游热潮 台北市观传局 携手新北桃园基隆 跨域合作推观光旅游 邀请国内外旅客来北台湾 创造夏日美好回忆 民国106年起 北市推出北北基好玩卡旅游票券 正合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热门景点场馆 交通及商圈购物优惠大礼包 近期更是加入桃园 让跨线市旅游更热络 那大家常常夏天都觉得说 我就是要去好山好水的地方 可是却不知道 其实台北就 北台湾就有好山好水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来放送 我们的好山好水 其实这样的一个合作从106年 北北基就有一个好玩卡 那现在大家知道7月1号以后 又有北北基桃的都会通 也就是说在交通上面 这四个县市 你等于是一票到底 就可以畅行无阻 那在这个106年台北市政府跟新北市政府 跟基隆市政府的北北基好玩卡 其实到现在已经卖了将近160万套 那在今年景点也扩增了 从18个景点到22个景点 甚至我们的大礼包 像每一个县市都有大礼包 台北市政府就是大涌猫 大家都知道大涌猫是哪里 大稻埕 永康商圈 还有猫懒 所以最近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猫乐洞 猫洞乐的券 一日票99块 猫懒跟动物园 也卖得非常好 一个观光绝对不是单玩一个点 它一定是一个区域观光 那所以呢 我们在想说 这个观光客从这个桃园机场下来之后 透过我们的桃园市政府 有这个完善的这个机场 一路我们这个到了我们这个台北 新北还有基隆 那其实它是一个区域 区域带的这个旅游地带 那除了这种台北市 刚才讲了非常多的 他们现在目前在推的活动之外呢 那其实我们新北也推了蛮多的这个活动 包含我们警戒要下来的就是 我们这个睽違三年 已经停办三年的这个 国际共僚国际海洋音乐祭 即将在八月初开始 那紧接着呢 在下三个礼拜 也是八月 那我们有这个河海音乐祭 那在这个淡索的 游人马鸟 还有我们的这个 新北大都会公园 那整个独立乐团 独立音乐会带进来 那其实不止这些音乐的 饗宴之外 那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新北 其实有非常多的海岸观光线 还有山 那海岸大概有145公里 那山有大概80%是潜山 所以在山海的支援是非常多的 包含我们这个 整个北海岸里面 我们有这个 这个文明的深奥铁道自行车 那从我们的暑假 7月1号到8月底 这个有这个我们的心愿 7月7夕 那再办 所以所以欢迎大家来这个 我们的深奥铁道自行车来讲 那会提供除了现在今天 在现场我们桃园馆 新北馆以及我们台北馆 给大家的优惠之外呢 以后唱完基北北桃 还有新的优惠 现在都在努力当中 那包含这个 我们新北特有的这个 青春三海线的这些 这些品牌呢 桃园也都不会落人后 努力的加入 刚刚有说的这个台北的好玩卡呢 桃园一样不会落人后 努力的加入 更重要的是呢 今年在8月11号到10月15号的时候呢 延续整个夏日的风情 跟夏日的活动 我们桃园呢 有推出这个世界客家博览会 有相关多的这个 绝无极有的这些客家风情 跟文化让大家体验 而且大家应该都明白哦 在海边哦 现在唯一有留下来我们传统客家 普渔的这些文化以及方式的体验的 只有在桃园 在我们的新屋地区哦 在我们的石户 我们的那个博物馆里面有哦 那除此之外哦 可能要到比较远的澎湖 可能才可以看到这个石户哦 那如果你想要在夏天来体验这样子的 传统的看沟 传统的海客文化 桃园绝对是首选哦 更重要的是 季北北桃园合起来的密度哦 在非常炎热的夏天 我们也有非常多提供免费吹冷气的场馆哦 所以说也有非常多这些免费的场馆 在桃园我们客家世界客家博览会举办期间 有我们的世界馆台湾馆 还有非常多的这些客家的这些负展馆 都可以进去让你看到非常多的文化展场 又能够体会现场哦 那包含我们呃 传统客家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书法艺术哦 在我们的恒山书法馆里面哦 也可以去体会 西融在呃 今年也推出一系列的夏季活动哦 那我们在7月22号就开始启动哦 包含我们呃 有一个全国性的街舞大赛 那以及我们呃 系列的海洋活动 潮进海湾节 潮进海湾节的部分包含四级音乐会 还有呃 我们最知名的所管记哦 呃 除了搭船搭飞机到外岛外 最方便的选项就是到我们基隆来体验 那个所管记的活动 那呃 呃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就是为了 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跟呃 台北新北还有桃园 呃 在延商更多优惠的一些活动哦 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拿着北北基好玩 北北基好玩卡 一起来倡游我们好山好水好海洋 台北的大刀城夏日节仍持续热闹进行 烟火秀璀璨河岸 还有专属游船行程 另外像是公馆自来水园区 大家河边公园都推出细水行程 各区因应夏日都有特色活动 欢迎民众来享游夏日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为了鼓励民众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规划出43条建走路线 特别编制了洞吃游大同健康运动饮食手册 提供民众索取 高龄90岁的长者示范跟着健走口诀 以正确的姿势进行健走运动 健走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 最容易被实践 也是最为推荐的身体活动 由于不需特殊装备 对没有运动习惯的民众 只需加快平常走路速度 达到些微流汗的程度 就可以产生运动效果 第一个口诀是抬头挺胸缩小腹 抬头挺胸缩小腹 可以看到姊姊中气十足 是90岁的姊姊 而且我80岁认识大的时候 还是一样这么青春 第二个口诀是双手帷幄放腰部 双手帷幄放腰部 好第三个口诀 这是很难做到的 但做出来就会非常的妖娇美丽 自然摆动兼放松 自然摆动兼放松 好最后我们就要来迈开脚步向前行 其实平常你只要加快自己的走路速度 达到有些微流汗 它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运动效果 最好的时间就是利用上下班通勤 以及平常逛街押马路的时候 或者是购物的时候 都可以来执行 其次通勤的时候是最好的执行点 如果你愿意去找一或两个车站下车 你就可以大大增加你的身体活动距离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结合运动专家 进行步道安全评估及实地建走后 规划出43条建走步道 并设计洞翅游大同 健康运动及饮食手册 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体力 喜好或住家附近地点 规划不同的步道路线来建走 那为了鼓励民众就是 养成每天规律运动的一个习惯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那今年就是结合运动专家 在辖区内的建走步道 我们有进行安全的一个平和 还有实际的一个建走 那之后我们就规划了六大类型的一个 建走步道 那包含历史人文 然后淡水河滨 还有林地公园 那购物通学通勤的这种步道 那我们希望这些步道 可以让民众可以究竟来建走 那今年我们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也设计了一本 动吃有大同的健康运动饮食手册 那我们的手册里面就包含 我们的健康饮食 然后运动类型 还有我们的活动装备 还有运动伤害的一个处置 那最重要是我们将这43条 运动的一个 建走步道的一个资讯 放在我们的手册当中 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然后还有体力 还有在家附近的一个点 来进行建走步道的一个规划 那这个手册的部分 可以欢迎民众来我们 这边索取 或者是自行下载 我们的一个手册电子版 另外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北市孔庙合作 将于7月25号 举办Let's work 去游大同健走活动 包含健走教学 及孔庙健走 义务体验等活动 完成所有关卡 可获得健走三宝 名额有限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报名参加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正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进入二性高中四名学生发挥创意 以逗趣的画风将三成未符合上市标准的丑蔬果 重塑六款形象 还延伸设计加工产品包装 近日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奖 为国争光相当不容易 在年初的时候已经得过爱福的学生 设计奖 他们就是非常的认真 我们再去把我们的专题制作 在最后的五月到六月的期间 我们密集的去将作品再度优化 然后重新的增加更专业的美感 然后很荣幸的在德国红点呢 就是拿到了这个红点奖 学生更发挥创意 利用植物的益栽种信 设计了两款可种植的商品 有独立的种植组 另外还有跟茶饮组合的包装设计组 我们还有额外推出盆栽组 就是当我们这个盆栽拿出来之后 我们还有附这个使用说明书 把使用说明书打开之后 就可以发现说我要怎么种植 我要什么时候浇水 我要隔几天要加一次施肥 二性广色科 这次由陈良慧老师指导的 四位学生的作品 很荣幸能够拿到德国红点奖 也入围了德国的IF 这是我们学生的作品 第一次双料获奖 那么二性高中常年来 我们鼓励培养学生的国际移动力 希望尤其是基隆孩子的设计力 创造力能够让外界能够看到 也能够鼓励基隆的学子以后 能够在地就近的入学来培养 这是我们常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 这次的作品也入围了2023IF学生设计奖 得到国际双重认证的肯定 可说是相当不容易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另外无人机被广泛的应用 重用科大发展无人基地 暑假期间与教育处合作 举办无人机营队 从飞行原理到组装结构 让孩子进入无人机的世界 小朋友开心地操控小小模型机 不管上上下下左右平移 都能够操控自如 以前无人机都是在游戏上面玩 然后现在就真的 在游戏世界上面玩到 比较难掌握方向 就像现在外面有风 然后里面有冷气 然后这样吹它就可能就飞到 不是我想要飞的地方 就感觉这个可以组装 因为我喜欢组装 鼠琴音队白白总 从佑影艺科技大学 和市政府教育处合作 开办无人机夏令营 20多个名额才开放报名 立刻秒杀 首先第一个阶段的话 是让孩子们去组装 这一个无人机 然后之后呢 也藉由艺术的 一个教育的一个方式 让孩子把自己 所组装的无人机 去做一个彩绘 那第二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把孩子们 所组装的这无人机 实际来到这个礼堂 让他们实际去操作 这个无人机 然后透过这个无人机的 去操控 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在空中翱翔的那一个 一个感觉 450了 哇还有400多了 加油加油 从幼课大打造无人机产业 前来专业的师资传授 吸引了各国小学生报名参加 课程从基础的飞行原理 无人机组装 到实际的体验 这两天的课程里面 其实他们增加了实作 还有逻辑思考的能力 那我们透过这样 帮学生进行分组 好分组之后 学生其实每一堂课程结束之后 他们也很愿意就是我们看到 国小基隆在地学生可以上台分享 告诉其他同学说 我从中间学习到了什么 那我们想从 包括小二小三的学生 那他可以很有逻辑 甚至告诉我们说 老师我很喜欢无人机 那无人机中间我学习到了 怎么组装 怎么彩绘 对那他可以很清楚 表达他的时序 我觉得非常好 无人机是推动科学教育的最佳工具之一 可以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探索精神 其实要上手一点都不困难 小朋友这个年纪 其实他们学习能力是最高的 对那学习效率也是最好的 那就是在这个年纪呢 大家会觉得说空拍机 就是要大人 要大人才可以去学 其实并不是 小朋友可以在这个时间去训练自己 然后因为他们的灵活度也会比较高 对 因为他们的灵活度比较高 学力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去训练是最好的 无人机夏令营透过游戏和主题活动 学习空拍机的基本和花式飞控技术 让孩子们亲自体验驾驭无人机的飞行乐趣 记者王少民金融报导 您知道在和平岛国家公园内有一间废弃的雷达站吗 如今变身成为拥有咖啡厅 会以空间与无敌景观台等复合性功能的发展基地 在业者蔡秋成的坚持下 保有环境原生物种 让生态丰富多元 不少民众不远千里而来 就是要登上雷达站感受山海魅力 离基隆雨最近的地方在哪呢 答案是和平岛 战胜雷达站感受山海魅力 也感受废弃雷达站的新生命力 真的是进到难怪以前 那个日本人会说 和平岛是大基隆雨 基隆雨是小基隆雨 在坚持生物多样性理念的业者经营下 赋予雷达站多元功能 可以是休憩的午茶店 也可以是团体开会研讨的据点 楼上的景观平台也能办理聚会 最酷的是善用外来生物种 创作美食艺术 大花咸蜂草 它过去是因为它一年四季都会开花 所以它被引进来台湾养风 后来它才是太强劲了 所以后来台湾到处都有 我们就把它加到甜点里面 然后让大家就可以透过吃这件事情 来减少外来入侵种的植物 这个水果茶味道 觉得是我喜欢的 有点酸 但是不会太酸 雷达站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 厨艺后以新面貌出现 让曾经在这里服务过的民众 不远千里寻来 以前呆过的东部的所有的雷达站 能保存下来 甚至能做成文创的 只有这里了 现在这个地方 这是以前我们的作业室 今天从宜蘭去摩托车来 坐在户外的雅座空间 可聆听蟲鸣鸟叫 还可以拍下无敌海景 或许还有机会跟松鼠合照呢 我们发现这边有一种 台湾特有种鸟类 叫台湾竹鸡 它就住在这边一家人 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地方该要被保育下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傍晚的时候 还会听到他们在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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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叫 这家店都是用环境永续的 很赞同 以环境永续为主轴 要将最好的生态与美景 展现给登梯而来的民众 从饮食 旅游环境减碳 朝永续发展的目标迈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我也让亲子朋友 一起来认识毒品的危害 基隆市卫生局 携手慈祭教师联谊会 基隆地检署 基隆市警局等各单位 一起举办反毒属其生活营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来加深亲子剧毒的观念 基隆市卫生局 跟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西手慈祭教师联谊会 基隆地检署 基隆市警局 与法务部 教育部 卫福部等单位 一起举办大型的 亲子反毒营队活动 多位议员也到场共襄盛举 开幕活动中 特别邀请到香巴拉剧方 以青少年的视角 演出精彩的反毒冒险故事 将正确的反毒观念 传递给每位亲子朋友 来来来 第二关 哇 这是不同口味的 小蓝莓口味的 来来 吃吃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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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要了 那没关系 阿姨 准备第三包了 这个是我新出的起司口味 要不要让他试试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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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want to love you baby 首先就是 直接去学 就是跟他说No 不要 不行 就是直接说不要 再来就是有一劝服就是 我们身为他的好朋友 我们必须要跟他 劝服他 就是跟他说吸毒是不好的啊 然后不要再吸毒了 要记得毒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自我解释 自我解释的话就是 以自己为法 假如有人卖毒给我们的话 我们就说我们就烂 我们就不好 我们就不敢吸毒 这样子的方式去带过去 面对毒品的时候其实不用害怕 就算你会遇到黑白状况 但你一定可以克服他 不管是对家人朋友 只要有寻求帮助 你一定就会有办法可以克服他 所以不要害怕 有透过舞蹈透过音乐 然后告诉我们说毒品的危害 然后最重要的 有时候我知道毒品的危害 可是别人找我 叫我一起来试一下 你不是朋友 你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拒绝 那这个想法拉剧团 就透过这个表演 舞蹈 唱歌 然后让我们的朋友 我们这些小朋友 还有他的爸爸妈妈一起知道 以后有人要邀请我吸毒的时候 我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拒绝毒品 所以县市政府跟中央合作 跟民间的单位 合作起来做这样的防毒的 防毒的这样的动作是必要的 是必须的 所以大家一起来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反毒绝对不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老师 或是一个卫生局的心理师 或社工师就可以做到的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角落 都可能会脆弱 可能都会被诱惑到 尤其是在现在 毒品各式各样的毒品 长得很像糖果很像咖啡 不同的包装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单位 那在平常的毒品防治的过程中 一起来帮忙 那同时的话 尤其在这个暑假当中 不管是家长们也要特别的注意 所小朋友在外 不管是在外的情形 也要特别的注意 在暑假期间 让小朋友能够多方的了解 反毒的专业的一个知识的话 对小朋友来讲是有益的 反毒营队活动精彩 有教育部 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合作开发的 袖珍3D反毒特展 还有一系列的 亲子反毒闯关活动 可以 好 好 首先获得2分 谢谢 远离毒品活力四射 透过有趣的互动 带领亲子朋友 认识新兴毒品的各种样态 基隆市心理卫生中心 也特别设计 传出我情 画出你意 让亲子发挥创意 增加互动的机会 还有警察局少年队 与基隆如意同计会 一起办理的防身術课程 让亲子朋友们收获丰富 然后大家凭着自己的 我团队合作的力量 还有智慧 来完成这五官 那在团体活动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小朋友 除了说 知道反毒的重要性之外 也能够小朋友 直接彼此学习团队的生活 那觉得这个活动 非常的有趣 还有很有意义 如果别人问你要不要吃毒品 的话就可以直接离开 或者是拒绝 提醒青少年 要远离毒品的危害之外 卫生局也很关心 青少年的情绪与心理健康 今年首度透过 基隆市政府的 网络广播节目 基隆Podcast 将陆续推出系列主题 带领亲子朋友 一起来认识了解 希望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青少年自己 包括我们的 爸爸妈妈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今年也尝试了 这个Podcast 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透过 市府Podcast的团队 我们录了Podcast的主题 来讨论这些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的主题 刚才讲的自杀防治 网络成因 我们邀请了心理师 然后医师 然后用这些很精彩的 但是很有趣的对话 然后在我们生活中 我就可以打开我喜欢的Podcast 然后去听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 我知道我怎么了 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或照顾我的小朋友 透过多元活动的举办与宣传 基隆市卫生局 攜手各单位资源 一起来关心青少年朋友 营造无独家园 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让基隆成为温馨有爱的城市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們每次都拍资 这中餐上我的感情 muito辛苦 我们下去 第一次都拍资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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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峻儿 录坟出核 我们下来 赵丝 去查找780% 或我们下来 外国充传 我们下来 如果 siècle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和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